脱掉车业者搬下辅助轮 小心翼翼的装上 没几分钟时间 这辆红色蓝宝尖尼 就跟着脱掉车扬长而去 13号下午3点多 新北市中和 一辆要价2000多万的红色大牛 维亭被拖走 眼前网友发现 车主就是网红超哥 开着爱车驰骋在街头 除了亮眼涂装 车辆性能通通都是高规格 维亭被拖 超哥也道歉 他也吐露无奈 表示台湾的停车场 很多停不下跑车 不得已才停在路边 发单已经缴完 未来也会考虑把车卖掉 不要再开了 不过蓝宝尖尼被拖走 实在罕见 有网友在脸书发文表示 拖掉车遇到豪车还敢拖 刮到的话就完了 业者心脏很大磕 底盘伤到的话 真的赔不完 但也有人觉得不该分车辆种类 违规就是应该拖掉 不过跑车价格昂贵 拖掉的Mega也不少 超跑的底盘低 第二通常超跑也会有空力套件 前后跑杆 低于一般的轿车 专家解释 除了选择前载式脱掉车 车辆也必须是解锁状态 才不会伤到电脑设定 另外全程必须固定车身 防止碰撞 一台车宛如是移动式豪宅 但若违规还是得照规矩来 华日新闻张泽生 蔡志敏新北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日新闻的YouTube频道